接下来我们画一下坎灯的方形外壳 就是我们的坎灯呢 在组装的时候 它的外壳要钉到天花板 然后去固定这个坎灯模型 那你外壳你可以用矩形去做 比如说你可以将外壳呢 像这个范围像这样 然后这边你可以自己钉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给它0.5好了 这边给它0.5公分 当然现实上的坎灯会比较细 没关系我先这样做 0.5公分代 好那我们当初的直径多少 我们当初的直径是 这个 12嘛 OK 好 我换一个颜色 那你12加上0.5加0.5加1 所以它这段的矩形应该是13 这样才对 所以以此类推 所以这段也是13 所以我们那个矩形就方形体 那我们来试一下 先画一个方形体好了 好但是你注意哦 同样它这个 我们这一段 这里要 这里要0.5 这里要0.5 那是间隙 可是它矩形它有它的厚度嘛 所以我们厚度再抓一个 比如厚度是像这样 那我们再给它抓0.5 比如说 我用一个颜色好了 同样你就说 这里到这里它 它是0.5 没错 OK 好那我们厚度一样 那同样厚度这一段呢 再给它0.5 所以就说 这里跟这里 就是加起来 就是等1 那所以侧面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也是等1 等1 那因此呢它最大范围是多少 因此它最大范围 从这里到这里 它应该是 这个 12 去加上1 再加上1 所以它等于14 14 所以我们等下画一个这个矩形呢 它的长根框等于14 然后往内 偏移给它0.5 然后之后再组装之后呢 它就间隙就剩下0.5 OK 现在非常简单 好所以它也按 按下矩形 来空间上指定点 拉出去 右下 右上角拉伸给它打 14 逗号 14 按Enter 像这样嘛 好这样都可以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3D 按这里 那我们当初这个短 挤多高呢 我们当初这个地方是不是挤 这里啊 我们是给它挤5 对不对 OK 那你现在呢 这个挤出来的厚度 你不能刚好5 刚好5的话它这个地方露出来 所以我们再 再往上再给它一个 就是说我们这一段 这个往上挤的话就是 5 再加上这个0.5 OK 然后再把它组装 它就同一个面 同一个面的高度了 好 所以我们后座抓0.5 那因此你就很简单 就点这个 按推拉 空间上指定点往上推 通常给它打 这个 5.5 Enter 就像这样 就上来 所以因此它这个地方 会多 一个0.5的落差 这样就对了 好 然后再来 这个面 我们怎么办 通常给它按偏移 可以 点它往内便宜多少 0.5 0.5 Enter 就便宜 然后便宜完毕之后 你就选推拉 就选这个面 点这里 往这里往外 往上推 推多少 推5公分 打5 厚度全部都是0.5 就是说 我们这一段的厚度 变化0.5 然后 这边也是0.5 所以你用性价格去看 它都一样的 就是我们这里的设定 都是一样的 好再回 好 那我们这个模型呢 给它上一个原料桶 好了 通常点这里 然后颜色我们选一下 通常我们选一个不一样 比如说 我选灰色好了 通常我用这个 灰阶 但是我们现在编辑的话 太深看不清楚 所以我先用一个 比较淡的灰色 然后到时候再把它改 然后先 这应该全部选起来 全部选起来 然后给它 原料桶 给它下 一个颜色 像这样 好 这我们固定外壳 OK 好 那现在我要把它组上去 把它组装到里面去 可是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 原件 要原件 但是我们再看 通常我们这外壳 其实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这里布线 然后这边布线 四周给它布线 通常我这个画过来 然后布线之后 这个面 我们给它推 挤出来 把它挤出来 我们给它一个 一个 对天花板的 这个组装固定板 把它做出来 像这样 然后这个厚度一样 对 我们暂时都做0.5好了 这样做0.5 然后这个出来的距离 对 我们可以做 2到3公分 那我先做2公分 所以因此我们按线 好 你可以用这个卷尺去 辅助它的那个 偏移的距离 所以按卷尺 它们点这里 点这里往上 给它打 这个 0.5 Enter 是不是打到这条线 好 那你就直接画线 按这个线 因为我们只要一个 一个辅助线就好了 好 等一下把它画过来 这样 然后继续再点这里画过去 我们就不用再用辅助线了 因为Schedule 它只要 有一个点定义之后 你就可以去 描绘其它的位置 像这样吧 好 然后再过来 把四周描一圈 好 但是描完之后 你注意 就觉得说 那底下会封起来 为什么 因为它 就是我一说来 我这先这样 因为我们这四个线 如果最终封闭 它会形成一个面 所以我就按这个线 这边再给它 画一条过去 等一下它会形成一个面 对不对 那这个就把它删掉 因为这个是它电脑自己算的 所以你把它删除 就留下这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 你就要对 这个外壳呢 做 做便宜 点它 选这个 往外 比如说打2 看它2是不是 有点小 好 给它3公分好了 来点它出来给它3 好 然后点这里出来给它3 四周都给它 推拉一次 3 好 那如果它记忆之前的动作 要点两下就好了 它就3 OK 好 那我们把那个 这个把它删掉 就是你按 编辑 删除辅助线 删掉 好 这些砸线的 你可以把它删掉 所以按抵抵键 把它删掉 因为这是 推拉之后 产生的那个线 的问题 它就把它弄掉 那你选到面就错了 然后再点一次 要选到线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那个固定外壳 方形固定外壳 好 那这个 你可以把它 设成元件 所以这里 把这个整个圈起来 你可以对它 点左键3次 把它选起来 像这样 选起来 好 选起来 按右键呢 你给它按这个建立元件 因为我们到时候复制要关联嘛 那你改变一个 演示 或改变一个属性 改变一个那个模型 它跟着改 好 转成元件 OK 那这里元件的名称 你可以给它定义 比如说打那个 这个 好 突然 砍灯外壳 好 突然我们这个 砍灯 固定外壳 或者方形 固定外壳 你就自己挑一个来写 OK OK 好 那接下来这个 连接是任何 然后这设定 元件 元件轴先不要做 按确定就好了 当然你可以给它写最大范围 最大范围 那我这里就给它写 这个14 14 因为我就用那个 整个包包住它的最大范围写 这样比较有辨别 然后这个延展出去就先不用 因为这固定了 好 就像这样 好 按一下建立 这个名称你自己定 这里自己定 好 那要建立 那就完成这个外壳 好 那外壳 那我现在组装 那你就把这个把它装进去 因为它也是一个元件 那做法很多种 你可以用辅助线 比如说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按线架构 按这个线 好 这里给它做一条辅助线 当然如果说你 你画幅线要把线删掉 对不对 我们直接用卷尺比较快 来点它 给它一个幅线 那你就续扮着 正走追踪 给它锁到终点 这个你要转一个角度 像这样锁到终点 这样一个 好 然后另外一侧 因为这是这个方向 另外一侧就这里 拉出来 续扮着不放 锁到终点 好 看一下正中位置就对了 OK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把它搬到里面去 所以我们 你这个地方可以 你可以按 线框模式 这样比较清楚 这样比较清楚 好 那你就点点这个 按一下移动命令 突然让它们锁到 那个圆的正中位置 你就靠近这个 这个圆 它会产生这个符号 对不对 你拉一个角度好了 它会产生这个符号 那你就锁到正中位置 像这样 好 把它搬到这个 十字交叉 这里 十字交叉 这个位置 点一下 它就进去了 我们看一下那个 图面 就像这样 就坎登的方形固定外壳 对着坎登的模型 那这样就一组 好 那这一组的话 你把它 取消辅助线 OK 我们就做出来 非常简单 那这个坎登呢 你要自己 细部微调 要自己改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 里面 里面 里面就长这样 这样对了 好 然后现在这是 这是一颗 对不对 如果你要做两颗 合在一起 那一样做法 然后我们先把 因为我们先不要 自己的群组 然后你就把 这个坎登 整个选起来 整个选起来 按复制 所以你要移动 然后指定一个点 Ctrl按一下 就复制出去 像这样 这样就两个 OK 好 那这一段呢 我们可以另外再做 但是你想 因为我是用元件 所以 里面这个坎登出去 它会跟着关联 但是这个外壳也 也会跟着关联 然后导致说 你这地方外壳 变更设计 它就跟着变更设计 也就是说你看 我如果对它 点两下 就是编辑这个元件 那你看我如果选 其中一个指令 像这样 你看它是不是跟着关联 因为元件 会跟着关联 但是群组就不会 但是我现在要把这里呢 把它改成两个坎登的外壳 那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跟着破坏掉 好 所以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元件呢 就必须先转成 这个群组 就是不要让它关联 然后做完之后再回复元件 也就是说你现在按右键呢 先把它转成这个 这个 那我们直接分解掉好了 可我们可以把它分解 分解的话就是把那个元件把它解开 有点像分解图块的意思 把它解开 那解开的话它就不关联了 它变成它自己独立一个物件 也就是说你今天 你现在按这个 你看它就跟着不会关联了 好 那 那我们现在继续 那这个坎登不是一个吗 对啊 那我们要做两个 好 那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坎登 在这边很难 很难作业的话呢 那你可以先 你可以先把这个删掉 把它搬出来 先搬出来 不然你这边卡在这里 我按移动命令 先把这个坎登搬出来 先搬到外面好了 好 那我们先组装两个好了 那组装两个非常简单 然后你选这个 按这个移动给它复制 比如说 比如说你锁这个点 点一下Ctrl按一下 然后把它锁到这里 然后把它对在一起 然后这样是不是两个坎登对在一起 好 但是你希望这个坎登能够有一点距离 比如说点这里往这里推 同样给它0.5 确定0.5 所以两颗坎登之间它的间隙也是0.5 好 那我们外面这个方形外壳 就是我们要想办法 把这个距离的把它扩大成这样 这样 就是把这个改成这个样子的 好 那你就必须去对它做编辑 好 那很简单 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 按这个 回到上试图 好 按移动命令 把这个东西选起来 按移动命令 按移动命令 然后把它扳到这个位置 OK 当然你也可以先去计算它的距离 你看哦 我们当初这个地方是不是 12 然后这里又复制一个12 这样24 对不对 24 再加上这个间隙是0.5 所以它这个是0.5嘛 所以总共 这里的范围 做出来的结果就是24.5 像这样 那既然要24.5 那你是不是要增加24.5 增加这个 12.5 就是这个地方 12来增加一个12.5 总共等于24.5 好那12.5要怎么做 突然那你回到这里 你可能要做辅助线 要做辅助线去 去给它推 好那我们这两个呢 先把它搬到旁边一点 其实画反多种 因为我在想说要怎么讲 大家比较不会 不知道那个流程 你也可以先把这个可画完之后 再把两个卡通塞进去都可以 好那我们追加12.5 突然我们直接从这边直接推 所以这个很简单 突然按一下 你先从最外面开始推 比如说点这里 给它12.5 距离12.5 Enter 让它长出去 好所以这个点两下 是不是12.5 好那里面这个要跟着12.5 点两下 12.5 这个 从这里往这里推 12.5 这样还对 对吧 这样没问题 然后我们来计算看看 按这个卷尺 那你选这个点 到 这个点 25.5 为什么 因为它还有还有间隙 这点还有间隙 所以25.5 会容纳24.5 这样可以了 好 那如果没问题 那我们就把它 把它组装进来 好 那这个组装 你可以直接把它推到 适当位置 如果说你真的要给它定义的话 那我们要给它做辅助线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辅助线的方式 你先看一下它这个 这边我再量一次 卷尺的范围 大家看 这个我给它用 透视图 把它平行 它有时候没有紧身 好 这样会比较清楚 看一下 你看这个卷尺 来看这一段到这一段 它是不是25.5 25.5 好 那我们两个坎灯 两个坎灯的那个最大范围 量一下 你看 从这四分点到这个四分点 有没有看到24.5 24.5 OK 好 那我就怎么办呢 同来我就做辅助线 比如说你用卷尺 因为它这个坎灯 距离这个方形外壳要0.5公分 所以我卷尺出来 给它0.5 在红轴追踪0.5 这边做一条辅助线 那这里呢 同来这里出来给它0.5 这样做辅助线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辅助线之间 的距离当然 应该没问题 就是24.5 好 那我们第一个 我们就对左边坎灯好了 左边坎灯的最大范围就是 然后点一个线拉出来 给它12 那就是坎灯的最大范围 然后它的中线呢 就是6 所以我点这里拉出来给它6 这一段 这个线呢 就是它的 圆心的一个位置 好 那你要找圆心的话 就选这个 这一条边线 然后往这里抓 去不按着不放给它锁到 这里 有没有 终点 然后这个点就是它的圆心了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一样的做法 它要拉一个角度 像这样 那接下来 我就直接按这个 线框模式 然后选这个坎灯跟这个坎灯 这两个选起来 按着选起来 选起来 选起来执行移动命令 移动命令 那 一样的做法 同样你拉一个角度 你靠近这个圆 圆形的坎灯 它会把你抓圆心 同样你把它锁 它那个圆点出来之后 它可以把它拉到这里来 像这样 对了 圆心 好按左键 中心嘛 然后按左键 好 左键拿出来之后 你给它锁到 我们刚刚不是有做辅助线吗 同样这有交叉 这边有交叉 那个十字 在这里 点一下它正中位置 所以我们看一下 按它 有没有 这个图就解出来 就像这样 好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就把 符字线给它删掉了 好 没关系 我们先练两个 那这个 你做完一定要 一定要给它打包 你要像它这样打包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就给它圆键 所以对它 左键三次 就它而已 就外壳而已 然后右键呢 转成圆键 转成圆键 好 这地方就是 这个 砍灯 这个字不用打那么多 你习惯你的 这个边它就可以了 好 那我就给它写两颗 两颗用 那以后这个 你可以把它 那一个记事本 把它记下来 就不用一天到晚一直打 然后到这个 任何 任何连接处 按下建立 对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模型 做出来 对 那它跟它 你下一次 我们就给它群组 因为现在都分开了 就是原件 原件 然后它们自己 可以把它圈起来 再把它打包一个群组 群组 OK 它就一包 然后像这样 这个原件跟这个原件 这两个把它打包起来 就是又一个群组 右键 群组 好 突然你先完成两个 砍灯 一个是一颗的 然后两颗的 我们大概做四个 一颗两颗三颗 跟那个方形的四颗 我们等一下试试看 好 大家先试一下这个 坎灯模型 大家试试看